政府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很多人觉得靠政府把关不如靠自己 现在全台都出现了抵制顶星的声浪 就连原本呢 许多消费者很信赖的松青超市 也被民众涂鸦跟泼漆 可是呢还是要呼吁大家 可以理性的聚买聚吃 因为要针对的是无良的业者 而不是各地的无辜店员 顶星集团接连出包引起民众愤怒 今天就发生了两起泼漆案 台中一家松青超市 以及台湾之心大敦店 两家顶星旗下的商店 都遭到波及 墙面汉招牌布满着油漆涂鸦 民众发现后立即通报 我们不通报 这前面都破坏了 是喔 你知道这间是顶星集团的 这我不知道 还是你知道这间是顶星集团的 你敢不过来买 如果说他们那个我没过来 我真是这样买 顶星不逃 台湾顾老 全民抵制 十二问题连环报 顶星集团一年出包三次 引发各地发起拒买运动 现场更是销毁毒油和问题产品 地方政府机关也一起拒绝顶星 拒绝味全 连选举参选人都以打黑心油品来造势 这有机油啊 刚刚在台湾方面 台湾在台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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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包庇 所以 希望店名要站 early 大家不要再合理 不要再入顧 来包庇 所以